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惜带领以色列百姓共有两百多万人驻埃及 当他们走到红海边 面临前有红海阻挡 后有埃及追兵 在此患难危及的困境时 神分开红海使以色列百姓全部都走干地过了红海 随后神又使红海的水回流 将埃及的军兵和车辆全部都淹没在红海中 当摩西和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了神奇妙拯救的大人后 接着在15章就说到 摩西和以色列百姓在红海边向耶和华歌唱 歌颂赞美神的伟大和神拯救的大人 此时摩西的姐姐米丽安和众妇女也一同拿鼓跳舞 赞美歌颂神 他们可说是现今敬拜五的始祖 弟兄姐妹们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真是一场声势和等浩大有两百多万人一起敬拜 赞美的聚会 弟兄姐妹 当我们门神拯救 经历了神的救恩 是否也能像摩西以色列百姓一样 歌颂赞美神 并且将神献上感恩呢 以色列人经历神的救恩 在红海边赞美神的空前身况 还记忆犹新 可惜好景不长 当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 走到旷野 三天没有水喝 他们就又开始向神发怨言 以色列人 成一刻因神的救恩赞美神 下一刻因为没有水就抱怨神 我们的信仰果真是这样肤浅呢? 有许多人刚信主时非常的热心 但是遇到环境困难挫折时 就灰心失望甚至离弃信仰 真是可惜 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顺境时赞美神 在内信时也一样能够赞美神 就好像保罗和希拉 他们在菲利比传福音时被吓到监狱里 不但没有埋怨神 反而半夜在监狱里大声唱诗赞美神 神就打开监狱的门 神救他们 并且使他们能够带领 看管他们的狱卒全家信主 这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不管遇到顺境或逆境 都能高声赞美神 帮助我们 活出真实的信仰 是建立在神和神的话语上 而不是环境的好坏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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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